房车生活久了 完全没有了时间概念 每天都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 甚至总是记不住今天是几号周几 今天一觉起来已经12点多了 可能和很多朋友们想的不一样 房车旅行并不是每天的赶路去看风景 而是把时间放慢去体验一种慢节奏的生活 一杯咖啡两块蛋糕就是我们的早中饭 房车在海南的这个房车营地已经停了20多天了 感觉我们把自己都过成了海南的当地人 除了偶尔会去海边转一转 或者骑着小电动去买买菜 压压马路 很多的风景名声或者网红打卡地 我们都不愿意去 找一个气候环境宜人的城市 过一阵当地人慢悠悠的生活 我感觉会更舒服 今天给房车里换上了新床帘 把原先的旧床帘邮寄回家 有没有感觉这个床帘会好看很多 经常有朋友会问你们两个人在房车里为什么会分床睡 我们已经在一起旅行了一千多天了 即使在这小小的车里 每个人也会有自己的独立的空间 既可以相互陪伴又能彼此都很自由 这样的房车生活和你们想的一样吗